微软公司创办人比尔盖茨跟妻子梅琳达这对全球最富有的夫妻党兼慈善家 终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27年婚姻画下句点 突如其来的声明震惊全球 由美国媒体取得独家离婚文件 梅琳达向法院表示两人婚姻出现无法挽回的破裂 因此肃刑法官判决离婚 2016年11月当时比尔盖茨跟妻子还一起到华府 破搬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两人曾是微软的同事因为一场晚会而结缘 只是如今情已是 他们25岁的大女儿发文表示 这段时间对全家人极具挑战 只是外界更关注财产怎么分 被誉为节俭亿万富翁的比尔盖茨 对奢侈品没兴趣 只是在去年三月底 他斥资四千多万美元买下加州滨海豪宅 过去也曾花三千多万美元 买下达文西的科学作品 莱斯特首稿 他的空中办公室庞巴迪私人飞机 也要价四千万美金 美国媒体报道 比尔盖茨目前持有微软公司 1.37%的流通股份 价值超过260亿美金 两人合办的基金会财产总额 也多达510亿美元 现在为全球第四大富豪的比尔盖茨 如何处置财产 声明中没有提及 但肯定已经成为全球讨论话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